歡迎來到我們的股市簡報節目 今天我們有一系列精彩的新聞要分享給大家 首先 讓我們聊聊金融科技領域的一顆 璀璨明星Revel最近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 這家金融科技公司的估值有了一個令人主顧的提升 達到了257億美元 這個數字雖然沒有達到2021年的峰值 但仍然顯示出投資者對於金融科技領域的信心 正不斷增加 而且Revel宣布其收入增長超過10億美元 每月新增客戶約100萬 這些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消息 接下來我們轉向另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 據《南華早報》報導 香港商界女強人周凱璇 將向參加城市大學入學考試的每位女學生 提供330零港幣的現金援助 這項慷慨的舉措將匯集超過15零名女學生 在政府宣布因預算赤字而停止支付考試費用後 這筆資金的發放無疑為眾多學生帶來了實質幫助 而在金融市場方面 中國福建國際集團將其在比利時保險公司Ages的 8.2%股份出售給法國巴黎銀行 交易金額約為6.7億歐元 這次交易顯示了福建國際加快退出非核心資產 專注於能夠產生現金的持股以提高盈利能力的決心 最後我們還關注到了一些影響經濟走向的重要指標 包括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動態 亞洲股市的波動以及美國按揭利率的變化 從中國副總理何立峰對房地產行業的重要指示 到亞洲股市因中東局勢升級而出現的市場擔憂 再到美國按揭利率的最新動態 這些都是影響我們生活和投資決策的關鍵因素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 瞭解這些變化對於每個人都至關重要 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不要錯過我們接下來的分析和討論 在金融科技領域 Revelet的最新估值讓人眼前一亮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 Schroders Capital Global Innovation Trust 對這家金融科技公司的估值提高了二 4500萬英鎊 約328萬美元 使其總價值達到7.88萬英鎊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這意味著Revelet整體估值約為257億美元 較上一年的177億美元有了顯著提升 美元這一數字低於2021年Revelet 通知估值330億美元 但它表明投資者對金融科技領域的信心有所增加 Revelet最近宣布其收入增長超過10億美元 並且每月新增客戶約100萬 在另一邊廂 南華早報報導了一則令人振奮的消息 香港商界女強人周凱璇將向參加城市大學 周凱璇將向參加城市大學入學考試的每位女學生 提供3300港幣約420美元的現金援助 這項慷慨的舉措將會集超過1500女學生 在政府宣布因預算赤字而停止支付考試費用後 Excel收基金會將為2025年參加中學文憑市的女學生 銀行的消息 交易金額約為6.7億歐元 14億美元 這次交易之後 福建國際仍將持有80%的股份 這一舉措是在福建宣布加快退出非核心資產 專注於能夠產生現金的持股 以提高盈利能力兩週後進行的 該公司由中國億萬富翁郭廣昌治 只在未來2-3年每年減少100億元人民幣 約6000-0006億美元的債務 這三則報導從不同角度 展現了金融和科技領域的最新動態 無論是Regular等估值上升 周凱璇對教育的慷慨支持 還是福建國際的資產調整策略 都反映出當前金融科技領域的活力和多樣性 這些動態不僅對於投資者和市場分析師來說 具有重要意義 對於普通消費者和學生來說 也是鼓舞人心的好消息 隨著金融科技的不斷發展和創新 我們可以期待更多類似的故事在未來展開 在最近的一系列報導中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房地產行業 亞洲股市的動態 以及美國按揭利率的變化 這些都是影響經濟走向的重要指標 從《南華早報》的報導中 我們得知中國副總理何立峰對於房地產行業的重要指示 他強調了暗示交付房產 得為開發商提供融資支持的重要性 以振興中國的房地產行業 這個行業曾經貢獻了國家經濟產出的四分之一 但目前在投資和銷售方面仍然表現不佳 何立峰呼籲建立專門的資金協調機制 加快對符合白銘呆要求的項目的貸款進度 以實現即時完工和交付 中國正致力於在2024年保持5%的增長率 另一方面 美聯社的報導關注了亞洲股市的下跌 這是由於中東局勢升級引發的市場擔憂 儘管如此 美國期貨上漲 油價下跌 美國一桶油的價格下降了41美分 至85.25美元 而布倫特原油下跌了24美分至90.21美元 SBI資產管理的管理合夥人 Steven Linus表示 由語音的影響有限 無人機攻擊對全球市場的影響可能會受到抑制 在雅虎美國的報導中 我們了解到美國按揭利率的最新動態 根據房利美的數據 固定按揭利率全面上升 30年期固定利率本週上升了6個基點 2015年期固定利率上升了10個基點 然而利率仍然低於仍然低於6個月前的水平 聯邦儲備系統在5月1日的下一次會議上 不太可能降低聯邦基金利率 因此購房者可能還需要等待一段時間 才能看到利率的大幅變化 這些報導共同描繪了一幅全球經濟的多面貌 從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到亞洲股市的波動 再到美國的按揭利率變化 每項都是經濟健康狀況的重要指標 中國政府對房地產行業的重視 中東局勢對全球市場的影響 以及美國按揭利率的走勢 都是影響民眾生活和投資決策的關鍵因素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 瞭解這些變化對於每個人都至關重要 在當今制的快節奏 健康意識日益增強的社會中 消費者對於能提供額外健康益處的飲品需求 日益增長 正如美聯社報導 功能性飲料市場正在迅速擴張 這些飲料不僅僅滿足了人們的口感和補水需求 更加入了各種具有健康益處的成分 從最初的能量飲料發展到現在 市場上已經湧現出數百個品牌 他們利用各種異國成分 可以健康為中心的營銷策略 吸消費者 人們尋求更健康飲品的趨勢是積極的 但同時提醒消費者在選擇這些飲料時 要仔細閱讀成分標籤 尤其是那些懷孕或有健康問題的人 然而一些功能性飲料的宣稱較為含糊 其背後的科學依據有時並不充分 甚至可能引發不良反應 例如龐奈爾布蕾引起高咖啡因含量 的Charge London飲料導致患有心臟病的人死亡 而面臨兩起訴訟 與此同時 在科技領域三星公司正計劃加大 對美國芯片產業的投資 據《日金亞洲》報道 美國政府將向三星提供高達64億美元的資金 以幫助其在德克薩斯州建造兩家芯片工廠 這筆投資將使三星能夠大規模生產2納米芯片 並擴大節能芯片的生產 這一舉措緊隨美國政府對英特爾和台灣 半導體製造公司提供類似知識後 通過這項政策 三星在美國的總投資額 將增加美國的總投資額 儘管出現了遠程工作和混合辦公的趨勢 但該市的反港率在全球排名第一 其控制率僅為1.5% 這得益於供應緊張 和過去兩年內甲級建築的租金增長率達到兩位數 此外 相較於那些資本和租金價值較高的 亞洲豪華住宅市場 更加實惠的市場 正吸引著越來越多外國買家的興趣 日本投資者也開始將目光 投向澳大利亞的房地產市場 特別是租賃住房領域 這些報導共同描繪了一個日新月異 充滿機遇與挑戰的世界 無論是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消費者 還是尋求在全球市場中擴大影響力的企業 都在不斷地適應和影響著這個變化中的世界 從功能性飲料的興起 到芯片製造業的投資增長 再到房地產市場的新趨勢 每一個領域的發展都折射出 人們對於更好生活方式的追求 和對未來的無限憧憬 在金融市場和全球經濟的大海中 風雲突變是常態 而近期的一系列事件 更是讓這片海域波濤洶湧 從歐洲中央銀行BCB的利率預測 到零售銷售數據 再到必然政治緊張局勢 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描繪出景 首先根據彭博社的報導 歐洲中央銀行BCB理事會成員 該領域的Synx預測 今年借貸成本將會下降 至少會有三次利率削減 他認為有超過50%的機會 會有超過三次的削減 甚至提到在7月 可能會有一次利率削減的機會高於零 Synx評論是在ECB連續第五次會議 保持利率穩定之後發表的 但他指出隨著通脹降溫 很快就會有空間進行利率削減 目前貨幣市場已經預計 2024年至少會有三次四分之一的削減 並且有40%的機會會有第四次削減 在另一方面 美聯社報導了即將發布的零售銷售報告 這是衡量消費者信心和消費能力的重要指標 即2月份消費支出輕微增加0.6% 低於預期 顯示出消費者對於開支變得更加謹慎之後 華爾街預計3月份的零售銷售將增長約0.4% 此外聯合航空和Netflix都將發布其第一季度的財報 分析師預測聯合航空將虧損58美分每股 而Netflix的預測則是每股收益4.51美元 相比去年同期的2.88美元有所增長 而在地緣政治方面 CNN報導了由於中東地區緊張局勢升級 導致黃金價格上漲和亞洲股市普遍下跌的情況 日本的日經R25指數和韓國的COSPI指數都下跌了超過1% 而香港的恒生指數下跌了0 然而中國的上陣綜合指數卻上漲了1.2% 由於對伊朗可能攻擊以色列的擔憂 提醒上漲0.6%每盎司達到2.358美元 並在中午創下2.2 儘管攻擊只造成了輕微的損害 但由於交易者減少了地緣政治風險溢價 油價在亞洲交易時段略有回落 然而美國原油期貨今年已經上漲了6 而布倫特原油作為全球油價的基準 已經上漲了超過10% 這些事件和報導揭示了 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多變性 從中央銀行的利率決策 到消費者信心的變化 再到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波動 所有這些因素都在不斷地塑造住市場的未來走向 在這樣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 保持警覺和適應能力 對於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在當今這個充滿變數和挑戰的世界 金融市場和國際貿易 正發出一些不容忽視的信號 從金價的金融上漲 到中美貿易關係的緊張 再到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 每一個變化都在對我們發出重要的訊息 金融時報近日報導指出 金價正在因為美國高於預期的通脹 中西方貿易緊張加劇 美元的武器化 以及對美國債務和赤子的擔憂中突破 分析師們預測 金價將會迎來一波大漲 有人甚至說 金價在不久的將來 可能達到每盎司4000美元 作為傳統的抗通脹工具 黃金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不確定時期 也被視為一種安全的投資避風稿 另一方面 南華早報報導了中美關係的一個新發展 去年中國首次在17年內 失去了作為美國最大進口來源國的地位 墨西哥在進口商品總值方面超過了中國 儘管中國對美國的進口 在2023年比前一年下降了20 但對美國的總進口仍達到4272億美元 這表明 美協主張中美經濟關係 因大幅度斷裂的人面臨著挑戰 此外 近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 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利益構成了重大威脅 中美貿易關係一直是一個敏感話題 而當美國政府將目光投向了中國擁有的 社交媒體平台TikTok時 這場關於中國產品限制的辯論被推到了前台 美國政府幾年前首次將TikTok 納入旗監管範圍 時任總統特朗普基於該應用 可能將美國人的敏感數據發送給中國政府的擔憂 發布了一項行政命令 最終被喬行政命令 儘管這一命令最終被喬拜登總統撤銷 但圍繞TikTok的辯論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 關於限制中國產品的討論 眾議院最近通過了一項法案 將迫使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出售該應用 LG努力遭到了反對 許多用戶和政治家們都在倡導反對禁止或出售 隨著拜登政府尋求負責任的管理與中國的競爭 中美貿易關係的爭論可能會持續下去 在另一個角度 路透社報導了關於阿布扎比第一銀行F&E的一項新動向 該銀行正尋求海外擴張 以便從其公司和投資銀行業務中多元化 據稱這家價值400億美元的銀行 曾考慮收購渣打銀行 曾考慮收購渣打銀行 但這筆交易將會非常昂貴 且節省成本有限 Buffer B現在正將目光投向土耳其的銀行 和阿聯酋的其他銀行 然而跨境交易在成本節省方面 往往效果不佳 正因為住Buffer B可能無法支付 超過目標股價的溢價 銀行可以考慮將重點放在國內的消費銀行業務上 這些報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面的視角 從金融市場的動態到國際貿易的緊張 再到企業戰略的調整 都反映了當前全球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複雜性 每一次變化都是一次機會 也是一次挑戰 需要我們細心觀察並做出明智的決策 謝謝您的收看 上面播報的內容 是六度團隊推薦的全球專業媒體 智庫、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最新報導 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 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六度簡報的立場 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網址是6W Fund 考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簡報 請大家